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指嘴巴里面含着的意思 连起来说就是 嘴巴里面含着的一粒圆的东西 这个泰文的解释非常的直接 因为鹿翁都是圆形的形状 早期的鹿翁材质 很多都是选用高僧吃过的槟榔扎做的 所以才有了鹿翁的名字 近代僧人中不少制作鹿翁的师父 依然选用了这样的方式 加上泰国的僧人本身在念经时就喜欢嚼些槟榔 所以很多人都认为 这些高僧念经时嚼的槟榔会带有高僧的法力 拿这样的槟榔扎来做的圣物 不用额外加持就是有功效的 鹿翁演变为今日之圣物 有一段渊源 鹿翁是在佛牌 牌部普遍时就出现的圣品 以前交通不方便 信众常常要跋山涉水 到佛庙里去祈福及供养僧人 善众供养僧人回家时 僧侣见信徒千辛万苦地穿山越岭步行回家 森林里面危机四伏 毒蛇猛兽很多 随时都有生命危险 非常过 亦不去 奈何身上没有其他的信物 可以供信徒做护身之用 而很多僧侣有嚼槟榔的习惯 有一僧侣灵机一动 想不如将槟榔嚼后 剩下的渣搓成粒状 给信徒防身用 保佑出入平安应该绰绰有余 于是就叫重信徒留步 等待分配 护身信物 只见僧侣们张开嘴巴将槟榔扎吐出 信动目瞪口呆 以为僧侣是神经错乱了 才将槟榔扎给他们 也不好意思拒绝就放在口袋 打算出去后扔掉 当走到一山崖 其中曾想将槟榔扎扔掉的信徒 一个不小心踩了一堆尸草 失去重心划出山崖 事发突然 身边的朋友都来不及反应 山崖有四五十尺身 跌下去后果不堪设想 在急速下坠的那名信徒也心想此命不保 就算活着也是重伤 然而 危险时刻 想起那个槟榔扎 心想佛祖保佑 坠落山崖不省人士 村民找到他 看还有气息 就检查他的身体 净毫发未损 全身只有被树枝挂到的皮外伤 信徒马上联想到侍僧屡次语的槟榔扎在显奇迹 立刻跪下 连磕了三个响头 以表示对佛祖的感谢 当村民将其带回雅顶时 大家为他能够安然无恙松了一口气 但与此同时 同行的友人都都纷纷感到惊奇万分 怎么他连一点伤都没有 参与救人 的村民说 实在是百年难得一见的奇迹 因为他们见过不少掉下山崖的人 即便侥幸不死 也会残废 村民们被告知 信徒们刚从僧侣处回来 并每人得了一果栗状的冰榔扎 大家相信是冰榔扎里在显生计 此时一传十 十传 百 村民们都去找僧侣求取冰榔扎里护身 从此之后 冰榔扎的威力就逐渐备受认同 并被改称为陆翁 陆翁是高僧嚼过的冰榔扎 富有高僧的口水 因此 许多商人喜欢佩戴陆翁去谈判 甚至去讨债 他们相信 这就好比信众用高僧的口舌去和别人谈判 自然会很顺利 近几十年来 很多僧侣已经没有嚼冰榔的习惯 但众多善信还是不断到寺庙中恭请陆翁 于是 许多僧人就将每次制作佛牌粉牌时 剩余的粉扎压成立状 分派给善信 近年来 也有僧侣用铸造金属佛牌时剩余的五宝铜 九宝铜等原料 编制成钢珠型的陆翁 很多信众在佩戴陆翁后有很多神奇事迹 比如 子弹无法伤害 可挡险 也有很多人佩戴后事业成功 生活无忧 遇见任何难题都会迎刃而解 陆翁的功效 具有平安 避险 避邪 住口财和人员等功能 尤其适合经商 做生意的人和人员欠佳者佩戴 不过请注意 佩戴陆翁后 不可以粗口和诅咒 否则会失去功效 又或许多 reflect一概念文言 因何啥 cy fala 尤其它的这一种文件提供 重应给大家 因此一终结充ен мо好像不妨aff Panamiento